我這麼特別喜歡你這樣子的人 因為其實 怎麼講就是我從小就會有一個 框架 就是 你是父親的小孩 你 不可以這樣子 就是 哇 怎麼了 就是我會覺得 我做這件事情 人家可以 可是我不可以 因為我不能 因為我從小就被大家檢視 如果我做了 我會被罵的 人家會不喜歡我 就是 雖然我父母沒有給我這樣子的壓力 可是我自己無形的就會 把自己約束好 如果在我不對的年齡 做不對的事情的時候 我自己會有點心虛的那種人 就是 我會覺得 哎呀 我好像 不能這樣 長輩跟我們說的話 一定有他們的道理的人 對 那我自己從小就是這樣 我覺得 多少公眾人物都是 需要一個框框去把它框住的 畢竟我們 可以是人家的榜樣 也可以是人家的 壞榜樣 我媽媽也是這麼說 你們不可以這樣 你們這樣的話 大家會說說 這是王羅丹的媽媽 王羅丹的姐姐 在知識上我會覺得蠻有愧疚的 是因為是我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過一些 相對而言普通的生活 做公眾人物的家人 透明快樂的一方面就是說 這是我孩子 這是我妹妹 當然很厲害了 對 另外一方面就是 你看那是誰 你覺得自己 這個真的是 小時候的成長 現在想起來其實也不會覺得 好像很不開心還是怎麼樣 我反而越長大 越做自己 就是我覺得這幾年 我覺得我特別的快樂 就是我想做什麼事情 不想做什麼事情 我都會直接說了 那我其實很喜歡現在的我自己 我覺得我的各種想法 跟未來的規劃 我是在我自己 快樂開心的路上在走的 我是誰不需要別人來怎麼定義 而是我自己怎麼定義我自己 不管是我自己 還是人家給我設限的 一個空空空規則吧 對 是跳脫出來 所以我好像也不會去想 如果怎麼樣 如果怎麼樣 反而是我會覺得說 如果未來 我有喜歡的作品 我也會想要再試試看 對